台湾绿媒这段时间呢 接到日美国人丢的一根骨头呢 咬到嘴里不肯放手啊 拼命诬陷这个北韩领导人金正文 已经往生了已经死掉了 结果金正文今天骑着白马 风尘俊逸的出来 台湾人台湾骗子哑口无言了啊 因为台湾人全是脑子里全是大便嘛 脑子里想的全是怎么样去骗人家的钱 怎么样去去撒谎 所以在事实面前的无地自容啊 可以说 其实新冠病毒真正的发源地是 台湾蔡蔡王国世代蔡蔡子的总统府啊 他跟苏贞窗还有李登辉三个人搞三批 一乱以后才产生了这个新冠病毒 所以呢 台湾感染最早因为都有抗体了吧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要讨伐台湾了 中国已经制定了斩首行动了 还有北韩也制定斩首行动了 准备直接取的这个蔡蔡子王国世代的首级 所以台湾人准备领二等公民证了啊